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习近平的右翼大工程烂尾了 李克强秘书全幻光 李强身边都是蔡奇的眼线 加拿大向右转 帅哥总理特鲁多宝座岌岌可危 刚刚 铁杆老友武器齐第二次向普京说不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9月7号 星期六 请您多多支持 点赞 转发 留言和传播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 超越同温层 做出明智决策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的右翼大工程烂尾了 尽管中国球迷在日本棋域体育场叫嚣要消灭敌人 但日本以7比0的比分彻底浇灭了他们的热情 这场亚洲赛事的惨败 不仅震撼了球迷 还传到了欧洲 引发广泛关注 9月5日 在2026年世界杯外围赛中 中国男足客场0比7惨败日本 创下了中国足球史上最糟糕的战绩 比赛前 中国球迷在现场拉起激励标语 一名身穿军装的男子通过喇叭高喊中宣布的三句话 激起了球迷的热情 然而 随着比赛的进行 中国队的失利让球迷们大失所望 甚至有球迷情绪崩溃 发出了你踢不过人家 你可以踢人啊 的言论 中国媒体球迷随后对国家队展开猛烈批评 认为这场失利象征着中国足球的谷底 东方体育日报称 这是国足在外围赛中的最惨痛失败 文章指出 中国足球已经麻木 只剩下了无奈和愤怒 与此同时 欧洲各大顶级足球俱乐部 纷纷祝贺自己的日本球员入球 一位不愿具名 在西班牙甲祖联赛球会工作的华人 Patrick对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日本足球员有很多都在德国顶级球会踢球 他们对足球精神和规则的理解远高于中国球员 而从中共体制走出来的运动员 到了欧洲后大多水土不服 Patrick也表示 海外良性的足球产业发展 并不是举国体制来推动的 也不是靠哪个国家领导人的指令获得资源 而是根植于深厚的足球文化 对契约和规则的认同 团队精神等 对比之下 中国足球还深陷体制依赖的怪圈中 习近平的足球梦早在2015年被提出 当年2月27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18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十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为了向习近平的足球梦表中 有中国富商曾大撒金钱投资足球行业 但不断爆发的足坛贪腐丑闻和难堪的战绩 终让习近平的足球功臣也烂尾 知名评论员李承鹏在社交媒体上犀利评论称 足球只是表象 实际中国在很多领域都远远落后于日本 中国足球的问题也深深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你以为中国混装食用油 相比日本食用油输多少 中国官场清廉输日本多少 他一指出 中国足球只是假装改制 中国足球的钱是由中国韭菜们供养的 李克强秘书全幻光 李强身边都是蔡奇的眼线 9月6日 中共人社部发布公告 任命林涛为国务院副秘书长 免去郭伟的职务 林涛1971年出生 广东接洋人 曾长期在广东工作 2023年7月 升任广东省副省长 郭伟出生于1964年 是农业专家 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2021年起 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自去年3月李强组隔以来 国务院多次进行人员调整 李强的秘书班底之一 吴振龙 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 吴振龙与李强在江苏有工作交集 但现在外界普遍认为 吴振龙等李强手下的重要秘书 实际上是习近平亲信蔡奇的眼线 去年7月以来 国务院副秘书长一共经历了 七进七出的变动 吕欣副秘书长职务的 还包括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王志军 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徐首本 原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广宇 原北京市副市长刘雨辉等人 与此同时 李克强时期的副秘书长们 诸如丁学东 李文章 郭伟等人 则相继被调任或转岗 丁学东被调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 李文章被任命为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 李克强时期的秘书班底至此全部被清洗 外界普遍认为 蔡奇通过这些眼线 在国务院中建立了对李强的掌控 蔡奇是习近平的心腹 现任政治局常委 并担任多个关键职务 分析人士指出 蔡奇的影响力 已渗透到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中 确保习近平对政府的全面控制 这种人事变动引发了外界对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关注 李克强秘书的完全更换 意味着习近平正在进一步强化其对国务院和李强的控制权 加拿大向右转 帅哥总理特鲁多宝座岌岌可危 在国际政坛被誉为最帅领导人的左翼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最近没头深锁 因为他领导的自由党民调大幅下滑 令过去两年多的合作伙伴新民主党决定与他分道扬镳 自由党内部也有人呼吁他应辞职下台 中央社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最近面临重大挑战 他领导的自由党 民调大幅下滑 合作伙伴新民主党也有意结束合作 这使得特鲁多总理宝座岌岌可危 根据选举预测网站338Canada最新民调数据显示 如果现在举行联邦选举 保守党支持率高达42% 而自由党仅为25% 保守党若胜选 将可能在343个席次中赢得210席 轻松实现多数执政 特鲁多于2015年首次领导自由党取得历史性胜利 但近年来 由于移民问题 通政恶化 资源短缺和犯罪率上升 特鲁多支持率大幅下滑 民众的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有38%的人认为特鲁多是加拿大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理 远超前总理哈珀的14% 特鲁多曾通过与新民主党签署供给与信任协议 来维持执政地位 但随着民众对左派政策的反感日益加剧 七成以上加拿大选民认为国家需要转向右派路线 特别是千禧一代选民对现状感到灰心 越来越多人倾向支持伯利志领导的保守党 刚刚铁杆老友武器齐第二次向普京说不 俄媒报道尽管收到了普京的邀请 俄罗斯的刚刚朋友塞尔维亚领导人武器齐 发表相应声明 将不会前往俄罗斯喀山 参加将于10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金砖国家分会 9月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证实 他最近收到了普京邀请齐前往喀山出席金砖国家分会 并解释了他拒绝出席此次分会的原因 称届时塞尔维亚将有外国重要客人 武器齐没有具体说明 他说的外国重要客人是谁 塞尔维亚不是金砖国家成员 显然塞尔维亚总统被普京邀请作为嘉宾 参加即将举行的分会 试图表明俄罗斯联邦并未受到国际孤立 塞尔维亚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 但在普京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该国明显减少了与普京的接触力度 武器齐本人最近也多次强调 他在过去的两年半里 没有与普京会面或交谈 此前报道 塞尔维亚拒绝购买俄罗斯军用飞机米格29 转而购买法国阵风战斗机 塞尔维亚和法国签署了 塞尔维亚方面购买12架飞机的协议 交易金额为27亿欧元 看起来武器齐是铁了心逐步向西转了 今天副频道的最新内容是 陆虎女狂妄惹怒退伍军人 新疆图村真相震撼曝光 惊爆 中共内参系统揭秘 苏联崩溃的阴影在线 中南海恐惧性反应 禁止国际领养儿童背后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请大家同时订阅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副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通知 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助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